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9日 星期二 星期二 大家記得我們是有直播的 今天的直播時間會改遲半個小時 香港時間8點半 英國時間1點半 我們會繼續在台灣的 我們的記者 天佑 跟我們講解台灣現在最新的文情 說一下市面的情況 我們也會 在Facebook直播 大家也可以透過Facebook看 這個直播情況 我們會跟他即時通話 取得大家 互動 說一下台灣的市面 大家記得香港時間8點半 英國時間1點半 多多綁場 講講中共 威脅台灣越來越 嚴重 也不斷出現軍演 有很多假消息 有網友盛傳 台灣政府 準備由故宮70萬件藏品之中 挑選9萬件 轉移到美國 日本 以尋求保護 故宮博物園的副院長王永泰 嚴正駁斥絕無其事 表示 沒有提出這個遷移的方案 尤其是沒有可能要求移到海外 69萬件文物全部都是精品 每件都是值得各人珍惜的 這是 CNN的報導 CNN報導 7月下旬 國立的 故宮博物園 舉行了180個工作人員的演習 內容包括如果發生戰爭的時候 設備被敵方損毀 物件被掠奪的時候 如何向軍警求援 報道說 故宮 有接近70萬件文物 不可能全部遷移 如果三軍統帥要求撤退 會按計劃先救9萬件高價值 搞不佔空間的歷史文物 但是這件事涉及敏感 官方不肯透露撤離的地點 以及運送方式 新黨在8日表示 故宮必須講清楚如何規劃 為甚麼覺得戰時需要移轉移物 怎樣 轉移 絕不能搞黑箱作業 讓人有機會搞鬼 這些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8月31日 倫敦有的集會 831集會 香港不可能再 去831集會 只有在海外 我們 831主辦單位當然就是831其中一個主角之一 就是韓寶生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與 主辦單位也邀請我們出席參與 除了出席之外 我們也會請完爸爸過來英國 講講香港議會 希望到時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需要義工 到時幫忙派傳單 宣傳一下 講回故宮博物園 台北 我們也去過一次 前年去台灣參 看選舉的時候 我們也去過一次故宮博物園 當然裏面也有很多東西看 很大很多東西看 走得很累 不是全部都是小件 也是很大件的 例如青銅器大大件 例如石雕啊 那些是很大件的 那麼如果要遷移 當然也很難搞 杯子 碗碟 碟 壁就容易了 包好就可以放棄 這個新黨 說共軍演習充分說明 如果一旦動武必定包圍整個島 台灣如果要撤離物物 在海上被包圍 陸地根本沒有甚麼地方可以逮走 那些物物如何撤退呢 新黨要求故宮 必須講明 上語底的演習到底所為何來 規劃內容為好 新黨強調 故宮的愧藏是中華文明幾千年來的珍貴文物 更加是全球都珍視的資產 但近年民進黨執政 在去中國化的思維之下 對故宮文物並不重視 不將這些文物當成國保 因此令人擔心 如果真是大搞疏散轉移 會不會在過程之中有一些不肖人士上下其手 造成文物流失呢 這個問題我們也要和大家探討 因為 幾次國保大遷徵 中間一定有人偷龍轉鳳 現在我可以夠膽說一部份的 在故宮 當然是兩岸故宮 北京和台北故宮 裏面的藏品都是被換了的 事實上 早在今年3月14日俄烏戰爭發生的時候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 多過立委就已經在質詢 他問故宮的院長吳麥察 如果不幸兩岸發生戰爭 故宮接近70萬建文物 怎麼算 當時的院長吳麥就坦然 腦中沒有這樣的地方 文物疏散是大工程 而且保存要有適當環境 過去故宮的防災演練都是針對火災 地震 水災等等 但是會在三個月內提出相關的疏散計劃 預計 7月會做相關演練 好了 故宮在 今個月的7日晚 發出澄清的聲明 他說最近有網絡流傳政府 準備在故宮70萬件藏品之中 挑選9萬件藏品轉移到美國日本 以尋求保護一事 本院嚴正澄清絕無其事 敬請民眾 不要聽訊謠言 首先要跟大家說一個問題 就是 轉移的過程 會不會有人上下其手 偷裏面的東西 或者拿一些假的來代替呢 可以告訴大家 絕對有 因為 在1948、1949年的時候 其實當年的蔣介石 把故宮裏面的文物 分批運到台灣 而且大件的 笨重的 不運 最主要的 漂亮的 才運過去 當然還有很多樓在北京 因為運不完 例如有很多是罵雙包的 例如清明賞學圖 北京故宮就說他的那幅才是真跡 而台北故宮就說他的那幅是真跡 台北故宮的那幅清明賞學圖 當時 就已經是 出過郵票的 好像80年代出過一套郵票 就是清明賞學圖 但是北京故宮的那個那個版本 看上去就比較像 不知道是運送的過程之中有甚麼差錯 還是 他運的時候 運走了 運走了裏面的精品 或者被人偷弄轉放 有可能 當時的人 是負實運送文脈的人 有些可能是共產黨 所以就將他留在國內 特意找一封 無形的 林毫版 也有很多國保級的名畫沒有拿到過去 例如 這個 韓禧在夜宴圖 例如 大陸的森花氏旅圖 唐朝的森花氏旅圖 漢宮春曉圖 名壽英 裘英的漢宮春曉圖 但是台北也有一幅漢宮春曉圖 究竟哪幅是真 哪幅是幌呢 因為你也知道畫有很多林毫 而且 中國的古畫 其實 很多時候是可以劏的 我們以前跟大家說過的故事 大家有沒有看過 《無雙》 《無雙》就是周潤發 郭富城做 其實一幅畫可以劏三幅 因為那些紙 只要將它劏開逆告技術夠好 中間劏開一幅可以劏三幅 然後下面再表 其實三幅都是真的 只是可以劏出來的 當然是版本 在台北的漢宮春曉 和清明相樂圖 和北京那幅 是不是 一模一樣劏出來呢 還是林毫版本 這個真的不知道 畫可以劏 畫可以林毫 古董 瓷器 玉器 青銅器 全部都可以 甚至乎 可以仿製 全部的東西都可以仿一言真 所以裏面有兩岸故宮 一有人參與的東西 就有機會有造假 有偷龍轉服 我們跟大家說的故事 就是 廣州美術學院的院長 他是一個 林毫的高手 他每天就把畫拿回家 自己林毫 把一幅假的畫換成真 然後偷了很多幅畫出來賣 裡面有甚麼林豐臉 高劍褲 領南畫派那些大師的作品 結果就賣了幾千萬 偷了很多年 就賣了幾千萬 很多人就賣了外出 把那幅自己畫的假畫 放到廣州美術學院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當然大家也知道 尤其是中國專家更加相信 那麼台北的專家能不能相信 當然也 不能夠說百分百 誰知道 人心格土皮 尤其是牽涉到錢 兩岸 大家都是同一個民族 不要說什麼 北京故宮有三個專家 在很多年之前 收了40萬賄賂 幫 一副 金柳玉衣 做證 說金柳玉衣是真的 估值20億 結果工商銀行就借了7億給財團 這個財團收了7億之後 當然 金柳玉衣是真的假的 金柳玉衣是真的假的 後來警察就調查這件事 找了三個專家 三個專家是坦誠 我們收了40萬 好像當時 毛主席沾揚為揚 在旁邊走了一個圈 我們也沒有看過這件事 人家給錢 我們就出來做證 幫他寫一份報告 40萬 還有三個故宮婦院長級的專家 出來做假 大家想想 多不值錢 所以 任何這些牽涉到人的問題 都有機會 是假的 都有機會 被人調包 所以 你要他公佈所有的細節 是不是要告訴共產黨 知道怎麼去搶這批東西 當然不可以公佈細節 但是 如果你是完全不透明 中間被人偷了 換了大量的假東西 裡面那個 肉石白菜 會不會被人 找一塊放一塊假的東西 去換真的呢 很大機會可能會這樣做 你怎麼知道 隔著一塊玻璃 你又看不到 是不是 所以 真的沒有人知道 關於很多古董的東西 其實真的很欺負人 因為你會看到 就算連專家 其實他也未必認識 因為 你如果沒有見過實物的 你怎麼認識 只是靠書本裡面的記載 只靠看回以前的古籍 沒有可能 你可以分辨得到真價 很多時候 所以 就算去到 博物館級數 也有機會出現一些人為的失誤 甚至是造假 甚至是偷勞轉鳳 所以對於台灣這個故宮 真的要好好保存 如果中共真的打到來 一個炮彈下去 就可以粉碎了 裡面的東西 大部分都保不住 打仗就是如此 烏克蘭打仗 裡面很多的文物 都被炸毀了 因為 走不及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